哈喽大家好 用影像写日记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到亲近62街露营区车博的过程 出发前一起来看一下前置作业吧 首先出厂的是在全联买的鲑鱼炊饭 打开来呢将它一起加入电锅中蒸熟就可以咯 这是四人份 那利用电锅在蒸煮鲑鱼炊饭的同时呢 我就来把已经炖到软烂并且放到冷却的红烧牛肉 把它打包 同样的牛肉汤的份量我也准备四人份 然后放进保鲜袋冰冷冻 之后鲑鱼炊饭也已经好了 这是蒸煮好之后的样子哦 紧接着要料理火锅的青菜呢 也是放进真空保鲜袋后 然后抽真空 那由于这款迷你又小巧的冲气泵呢 我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所以在这边一定要大力推荐一下 它是双向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既能够抽真空也能够冲气 然后呢它也会附上多个不同的接头 以适用于您所要冲气的产品 因此呢每次车博的时候 它变成我一定要准备的小帮手 毕竟呢在冲气睡垫的冲气上 或者是隔天要收睡垫的排气方面呢 它都提供了大大的帮助 并且呢如画面所见的 它还能充当手电筒 这个产品实在是太神奇了 已经冰冷冻的红烧牛肉 冷冻过后的鲑鱼炊饭 还有大约四人份的火锅料 冷冻过后的鲜乳两瓶 拆掉外包装 减少收纳体积的鱼饺 准备抹在吐司上面的奶油 隔天早餐夹吐司用的德国香肠 同样早餐用的小黄瓜丝 准备星空电影院要爆玉米花的玉米 火锅用的猪肉片 大约也是四人份 抽真空过后 前置作业做好的综合蔬菜包 最后就是保冷剂 放进去 准备出发 对于我来说呢 如果在出发之前 把所有的食材该洗的洗好 该切的切好 然后都统一放进真空保鲜袋里面 在营区煮饭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在一阵九弯十八拐之后 到清净农场 必须要先找到马树秀的入口处 因为这个路营区呢 它就在马树秀售票口的右手边 因此你必须先小心翼翼的将车子开到这里 毕竟这边平常游客的人潮蛮多的 好紧接着我手指的方向就是这里 这边呢就是入口处楼 进来之后呢 大约会有100公尺像这样子的非铺装道路 之后呢 营区的入口就在右手边 车子一开进来的感觉啊 哇真的就是流暗花明又一村 整个的无敌山景就在你的眼前啊 然后呢 营区也有提供像这样子造型可爱的小木屋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里面呢就是一个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感觉 它有附了简单的睡店跟请具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准备请具比较妥当哦 接着我们再用居高临下的方式 再俯瞰一次整个营区 看过去的无敌山景 中午过后呢 云雾缭绕的感觉就出来了 仿佛就是置身在仙境 因此我们车博的位置呢 真的就是山景第一排 近距离的来接触这片大景 实在是太棒了 然后呢在这边车博的费用跟一般 其他车博的地区收费是一样的 都是一辆车500元 因此呢这次我跟我们家老爷 然后再带我们家族里的两个青少年来这儿 这样子才花了500元 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再来营主其实是很善良的 他说呢他收编了六只的流浪猫 所以每一只在这边的流浪猫都很亲人哦 好准备就绪之后 车博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 好当我们打开车后尾门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到这个葫芦扣 那这个葫芦扣呢 它有什么作用 也就是呢车后尾门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车室内的灯是亮着的 那为了让我们呢车后尾门打开 可能是长达一个晚上的时间 那这个灯呢又不会一直持续亮着耗电 所以就要用这个葫芦扣来欺骗车子呢 后车尾门已经上锁了 怎么做呢 就是呢用葫芦扣把它扣进去 那针对马自达CX30呢 它扣进去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好你会听到一声扣 但是这时候呢车灯还不会按掉 必须要再进去一次 你要听到两声 那听到两声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我们车室内的灯呢就已经按掉了 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先做这件事情 好要开的时候 第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最简单 那我们就是这样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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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转下来了 再来你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去按我们CX30的开锁键 开锁键在这边一按 它一样会掉下来 这是两种方法 好接着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要用这种汽车防纹纱疮阳帘 并且呢趁最好天还亮 这蚊虫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把它设置完成 四个车窗都装好 晚上就能够防纹又通风啰 进入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呢 是把我们的后行李箱的防水托盘呢 把它整个拿起来 反过来倒扣 一来增加高度 二来呢可以平衡掉后行李箱呢 跟后座打平之间所产生的高低差哦 下一个步骤就正式把后座整个打平啰 接着呢 这次车博的充气睡垫 我升级为台湾品牌大陆生产的车中棉 汽车专用充气睡垫 那为什么用这一款呢 第一个它安全无毒 第二个呢 它整个充饱器呢 它的厚度会来到10公分 所以睡起来呢会更加的舒服 然后充饱器之后呢 总长度是来到200公分哦 当然一定要用充气泵来做辅助 好接着使用这个大卖场都能够买得到的五金配件 把它插入这个位置 并且左右各放置一个 至于这个五金配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也就是待会我用这个伸缩横杆 把我的窗帘隐私帘穿过去之后呢 再将伸缩横杆卡在左右两个五金配件上面 如此一来我的隐私遮阳帘呢 就不会掉下来了 我挑选的这款田园乡村风的隐私遮阳帘呢 整个让车室内的气氛就会更加的提升 当然这个也是涛宝涛来的 接着再放上两个同款花色的抱枕 初步上就完成咯 在这里也告诉大家一个小撇步 这个抱枕里面放的其实是睡袋 没有错 当我们把睡袋放到这个抱枕里面之后呢 你就可以靠着这个抱枕然后往外看 形成一个山景海景第一排 欣赏view的模式 另外这个保洁垫其实是沙发垫 所以翻开来呢背面有一点一点的止滑的结构 用这种纯棉的沙发垫来铺床呢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睡起来舒服 第二个呢最主要的就是不管晚上睡觉 我们怎么翻来翻去呢 它都不会位移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车床模式已经完成大概有90%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另一个使用这款冲气睡垫的原因 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当后座打平之后呢 后座跟前座之间还有一点点的空隙 那用这款10公分厚的睡垫呢就不会有头枕下线的疑虑 就会睡得比较舒服 最后剩下10%还没完成 那我们来用这款迪卡农的冲气枕头 它这个气法打开之后呢大约就是咻的一声 气就会冲饱80% 接着我们只要再吹三口气就可以把它补满了 是不是很棒呢 这款冲气枕头我真的是大推 接着套上防脏的枕头巾 在这里呢枕头巾我把它做成信封套的状态 这样子也就不用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巾会位移咯 好一切终于就绪了 左边呢我挂上了一个壁挂式的置物栏 方便晚上睡觉的时候放自己的手机或者是手电筒或者是保温杯 还有包括半夜临时要拿取的一些小物 放在这个壁挂式的置物栏都很好用 到这里呢车床的部分算是整个都布置完成了 然后呢这次升级之后所带来的睡眠上的感受呢也就更加舒服了 至于睡起来的感觉并不输给住在饭店里面哦 接着再补一段画面就是车尾帐跟天幕搭好之后帐篷内的铺设 清洁完毕之后铺上带有民族风的防潮垫 紧接着同样是十公分后的双人充气睡垫也铺好喽 那这款充气睡垫呢是可以加构专属床包的哦 那我们把镜头转过来车尾帐的另一侧 这个模式呢就形成了四个人睡眠的空间咯 然后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折叠的行动马桶 铺上垃圾袋再放入分解剂就可以使用了 方便于半夜上厕所 再来这是我们这次准备的夏季专用的纯棉睡袋 睡起来也是很舒服 它大概适合于10度到15度之间的温度 以上的分享呢就是针对如果您开的是休旅车 并且想要有一个舒服的车博模式 所需要注意的大约就是这些事项了 另外针对我们马自达CX30呢 不知道这里差不多有一个警示音就会出现了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子的警示音 它上面会出现这样的文字 有电量低风险 启动车辆对12V 续电池充电 在这边我们的经验分享是 它只是很灵敏的做一个提醒 但并不是代表电瓶已经没有电 我们每次出去车博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警示音 那通常我们的行程都是隔天睡醒了 吃完早餐也收好帐了 然后再次正常发动去跑下一个景点的行程的时候 它就会正常充电 那这个警示音呢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因此呢 如果您的爱车也是马自达CX30的话呢 看到这样的警示画面出现呢 不用过度的担心哦 好的 刚刚针对那部分讲的有点久了 所以以至于画面呢 已经自动跑完了晚餐的部分 来到了隔天早餐的部分了 清晨呢 在美丽的山景第一排醒来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早餐呢 是吐司加荷包蛋 然后德国香肠 再抹一些奶油 加上小黄瓜丝 完成 另外车博的时候 具有仪式感的手冲咖啡 仍然是不能少的哦 因为在焖蒸的时候 看着逐渐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使得咖啡粉呢 烹起来的那一瞬间 哎呀真的是很疗愈 然后啊搭配着这一片无敌的大井 准备开吃 对了 箭头指的这个地方呢 是它底下可以搭帐的区域 只不过呢 要下去到可以搭帐的这个区域呢 必须要走62个阶梯下去 也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营区叫62街櫻花路营区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们去青青草原看一下杨妹妹 然后再回来吃中餐的牛肉面 因为青青草原呢就在营区的隔壁 所以时间上是非常充裕的 中餐过后呢我们也准备要离开营区了 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下营区内的一些主要设施 那这个是淋浴间 在营本部的左边跟右手边呢 都各有一个淋浴间 那接着看到的这个就是营本部 我觉得它们的营本部呢 是维护的蛮干净的 而且都整整齐齐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个很凉爽的天气 然后又有无敌山景的情况之下扎营 然后隔天又可以轻轻松松走出去 就到青青草原的话 那我想这个营区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那这次的影片到此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